美国民众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有关难民的可怕警告, 有人发帖称这是战争,现在应该保护我们的边界,也有民众声称,这些非法移民不因为允许越过边界来欺负我们,强大的边界才意味着一个安全的国家,居住在美国和勒端州的莫尼卡·马连表示,他已经在网上筹集了约4000美元的资金被自发组织的民兵购买物资,他认为这些非法移民很危险, 我看到了那些年轻的,正处于一龄的非法移民,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正在爱恶的样子,而是似乎已经准备好进行战斗,马连不无忧虑的说。 不过,在紧离墨西哥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阿里瓦卡,在最近几周,当地居民已经发布警告,称为阻止非法移民,而来的民兵在这里,并不受到欢迎。 居住在德克萨斯州南部地区的当地居民马里安娜·莱特则认为,想离非法移民,他更害怕这些民兵,民兵的到来会使事情以糟糕的方式结束。 拉特预测试,报道着,目前,这些非法移民距离美墨边境,还有上千公里的路程,他们正在宏都拉斯,维迪玛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,逃离当地常觉得黑帮暴力和贫困的困扰。 在美墨边境活动的民兵组织已经在这条边界上逝罗了十多年,以观察和阻止非法移民入境。 报道认为,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非法移民问题,是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之一,他呼吁将美军部队派往边界地区,去美国军事时报网站报道,目前已经有约2100至4000名国民警卫队官兵准备被派往美墨边境,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。 此外,截至上周末,另有来自美国南部的军事基地的约1800名现役美军官兵,已经准备在接受相关训练后,部署到边境地区。 在不久以后,美墨边境将部署超过5000名美军人员,来应对非法移民问题。 不过,独立报仇,虽然今年越过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有所增加,但仍然低于此前几十年的入境人数,编译马其菲。 不过,独立报仍 后,美墨边地区。 不过,独立报仍 后,飞记。 馬后,美墨限迷高尽方向する好事靠近的途 αν冬ach和国冬天和国平部的不机会, 不过独立报仍的就传 wen次开绍区划往美墨边境 前几十的аниз仵刺вет。 不过,独立报�ig和告endes火上搜合式房内几 чер继 berries,参 осв�erne提供来签串纷并不均描靠近的注意。 回这段时间,写版就像写式后's发展 ��ץ 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